欢迎来到Super ELS Station 一位朋友 当我从认识他开始 他就一直保持着 每天十点半准时睡觉的好习惯 雷达不动 而且 睡觉之前 总会冥想静坐一会儿 某次一起吃饭 闲聊间 了解他的好作息 朋友说 真的建议你们尝试一下这种状态 睡前放下一切 如此种种都成过往 第二天醒来 神清气爽 一切都是新的 他说得很令人向往 我也暗暗决定 要学习一下 可是每每临睡前 脑子里总是忍不住的 想起未完的工作 想起白天发生过的事情 翻来覆去睡不着 甚至梦里也不消停 讲真的 在尝试睡前放空之前 我从未觉得自己睡眠有什么问题 不过就是躺下 闭上眼睛等待睡着 第二天闹钟把我叫醒 可是 发现 发现放空难得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的睡眠质量 一直都不好 这样又怎么可能 得到充足的放松和休息呢 成年人的失眠率很高 像我一样的人不在少数 心里放着很多事情 最后 不过是累了自己 后来 专程向朋友请教 如何在睡前放下一切 朋友说 如果明天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天 那现在让你纠结烦恼的 还有几件 是真的值得你去忙去累的呢 我恍然 果真是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饶之 昨日种种 譬如昨日死 好事坏事 都成了过去事 如果 还对他们念念不忘 那不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就算没有完全解决完事情 也没必要飞在脑子里面较劲 养足了精力 才能快刀斩乱马 更何况 大多数的时候 让我们睡不着的 不过是一些胡思乱想罢了 记得在一期极限挑战当中 说起大家的睡眠时间 黄博 黄磊 罗志祥等人 都表示 自己凌晨三四点睡觉 是常态 孙虎雷说 这习惯得改 越是遇到麻烦时 压力大的时候 越要早睡 第二天一早起来 阳光依旧 心里不藏事 夜晚 最容易情绪作祟 理智和冷静 不占上风的时候 越想 反而会让思绪越来越乱 越乱 越不利于事情朝着你期待的方向发展 倒不如把一切都放下 先给自己一个好睡眠再说 思想家福尔泰有句话说得好 上帝为了补偿人间猪般烦恼事 给了我们希望和睡眠 活得简单的人大度快乐 想得太多的人 反容易被心事所累 所以啊 别总是在该好好休息的时候 胡思乱想 所谓好好爱自己 最基础的一点 就是放空思绪 把睡觉这件事 认真做好 你会发现 那些让你伤痛脑筋的事 让你摸不着头脑的人 让你气急败坏的经历 经过了一夜好眠的过滤 自己已然可以静下心来 慢慢琢磨 往往这样的时候 就像柳暗花明 很多东西都迎刃而截 放下余缝 选择权在你的手里 已经发生的 无法重来 那么 就别再频频回忆 错误也好 失言也罢 别再让它们纠结当下 别让负能量过夜 也别做情绪的垃圾桶 睡前原谅一切 醒来便是新生 很喜欢一句话说 清醒的时候做事 糊涂的时候读书 独处的时候思考 难过的时候睡觉 睡前告诉自己 人生起起伏伏 好的坏的 都有定数 低谷之后 必有高峰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不气不脑 生活还要继续 相遇也好 离开也罢 都是我们生命中 必经的成长 要勇敢地面对失败 学着接受无常 放过自己 睡前 就把一切都放下吧 忘记那些不愉快 也忘记一天的疲倦 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就专心享受此时的宁静 专注于你的一呼一吸 寻找平和的自己 黑夜在场 也总会过去的 第二天醒来 拉开窗帘 又是新的一天 阳光自在心里 满意灵魂 晚安 愿你原谅一切 醒来时 迎接新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